现在我们这个内容里面页面上还有一个bug 没有要加载显示的内容以后 会在页角这里面显示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再去下拉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完成以后虽然还有需要加载显示的数据 但是现在已经在页底上面显示了这个页角的图片 而且在这个页面到底的时候 不会再触发加载新的内容 回到项目 打开index的页面的注逻辑文件 在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成功的加载了内容以后 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下currentPage的值 让它等于1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isEarth的值设置成false 复制一下这两个属性 再找到这个unput and refresh 在它的用的这个请求方法的成功回调里面 同样我们去把这个currentPage设置成1 再把isEarth设置成false 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在模拟器上面去试一下 滚动页面 会加载新的内容项目 继续滚动 没有需要加载的内容以后 会显示一个页角图片 再去下拉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再继续地滚动这个页面 到点的时候 又会去触发执行加载新的内容 下载新的内容